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葱拌面简单好吃的做法 这是这家种的小葱 多放一些 轻易干净切成段 切好后把葱白和葱叶分开放到盘子里 把洋葱对白切开只需要一半 然后再切成片 和葱白放到一块 再加几片切好的生姜 再来调个料汁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多一点的生抽 100克左右 一勺白糖 搅拌均匀 接下来锅里倒入食用油 凉油倒入葱杆和洋葱 开小火慢炸 让葱的香味融入到油的里面 把葱杆和洋葱炸至这样颜色金黄色 控油捞出来 现在把火关掉 等到油味煎下来再放入葱叶 要不然葱叶容易炸火 同样葱叶也是开小火慢炸 炸出香味 将葱叶炸至干香脆 拿起来尝一尝有香甜味 葱叶就炸好了 捞出来放到碗里 在葱叶里面倒入挑的料汁 用勺子边搅动边熬 小火炸出香香味 这样葱油酱料搅拌好了 现在来下面 锅里的水开放入面条 煮面条的时候中间打入一次凉水 面条吃着更劲的 煮好的面条放到盘子里 上面放两勺葱油酱料 用筷子搅拌均匀 上面撒上白芝麻和葱花蒸香 再放一些又脆又香的葱叶 加一盘美味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